國報集團總裁朱國榮 透過遊艇大亨周遮南 以及中信船長父子 去年九月棄保潛逃 目前疑似在俄羅斯 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 朱國榮利用二零二三年九月七號 海魁颱風期間潛逃出海 在晚間九點十二分 海巡人員登船 九點三十九分下船 這二十七分鐘 監察院指出海巡人員 為仔細檢查船上 足以躲藏空間 就是朱國榮潛逃出境的原因 認定海巡執法上有重大疏失 依法提出糾正 海巡主回應 根據海岸巡方法規定 認定有違法治癒 才會全面進行高密度查艙檢查 大多僅實施目視航行檢查 因此查商時間以及過程有所限制 朱國榮搭乘的急速號 在遊艇界中雖然不算大 其他船家推測 朱國榮有可能藏在船底堆置 貨物的貨艙 引擎室 或是底部的維修艙內 但是朱國榮身份尊貴 最有可能躲在藏在中斷暗艙 如今朱國榮潛逃成功 海巡人員安解二十七分鐘 是否有疏失 除了究責相關單位 恐怕還得檢討防討機制 三一席文圈圈 常要問台北長樂